开丽欢迎回来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的房子 那么我会说细节战胜一切 用这句话来评价日本的房子再适合不过了 无论是门口的可视门铃安保装置 还是一开始进门的下沉式隔绝灰尘的玄关 再往里走更是有各式各样符合生活便利的设计 都是恩德大家喜欢 从玄关上来往里走 在一楼依旧准备了一间备用客房 采光非常好明亮通透 大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 如果您觉得卧室在一楼的话 私密性不够高 也可以作为别途来使用 从推拉门窗过来是23平米的餐客厅 南侧是保证采光的小窗 开放式厨房是做了可爱的小窗口设计 这里的细节设备和门口的可视化门铃相对应 一键视频通话 一键智能解锁 旁边是热水器的调控面板设置 预约好时间回家就让您洗上热水澡 一体式的系统式厨房 采用了木质外层 增加一户线的原木风格感 三个灶头可以同时烹饪美食 随意拆卸方便清洁 洗碗机是这个时代的标配 而另一侧放置冰箱和橱柜 配套的橱柜也打好了 无需再单独进行购买 大洗碗池的深度和高度都很够用 还配了可拉伸式的水龙头 哪里都能够清洁得到 楼梯下方的空间也没被浪费掉 做了丰富的内签收纳 点间口也被藏在了下方 一楼部分不能少了卫生间 全智能温水作变 小窗户也能适当起到通风的作用 二楼先上来看看卫浴空间部分 三面房屋静贵的洗面台呢 后方收纳糊糊品们 下方收纳空间也非常的充足 方便取用 洗衣机放置在整套房子的适用区域 浴室干燥机带有衣物干燥功能 可以省下一笔钱 不买带干燥功能的洗衣机了 浴室部分的大浴缸 可以把腿伸直了泡澡 日本的女孩子们 皮肤好身体健康的秘诀就在这儿吗 二楼的第一间卧室9.72平 东南双面采光 早晨起来出门直接去洗漱 大小室中还有衣柜 格局方方正正 方便摆放家具 第二间卧室的旁边就是卫生间 半夜有需要也离得近 很方便 大小18.6平 落地窗直通大阳台 采光特别好 晴天的时候呢 就像今天这种 把家里的棉被们都拿出来晒晒 晚上肯定睡得特别香 日本的房屋设计不同于国内的 很重要一点 就是阳台呢不会做成封闭式的 都是这种半开放式的 最后一间卧室大小8.6平 今天这套房子土地面积76.01平 建筑面积90.18平 四房一厅 两层木质结构 折合人民币约186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